11月6日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再获举行 中外智库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的主题 建言献策 泰国前副总理破清彭拉军在现场介绍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捐求信息化的当下 国家唯有走出国门与世界交流才能和谐发展 破清彭拉军提到他曾读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籍 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所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点 这是全世界都应该参与的事 中国即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破清彭拉军感慨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40年内 在脱贫上取的成果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